HELLO 大家好 香港上市公司編號1383 Led Group Holdings Limit 借前太陽城集團發布盈利警告 預計截至今年6月30日的6個月內 股東應佔虧損大約3億9千萬港元左右 該公司在上星期五提交至港交所的文件中指 自2021年12月暫停以來 他們的旅遊相關產品、服務、業務 以及至2022年4月1日 暫時終止他們的酒店和綜合度假村之一般 顧問服務業務 所以收入都是零 儘管如此 集團預計中期可以錄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 增長大約三成一左右 主要由於來自俄羅斯經營的綜合度假村 水政府工段的收入有所增加 該公司因為持有海星控股近七成的股份 而海星控股持有水政府供電營運商東進 77.5%的股份 該公司較早前在股東投票時已經贊成 現在已正式將他們的名字從太陽城集團改名為 Ledgo Holdings Limit 新名稱L代表休閒 Leisure E代表娛樂 Entertainment 而T代表品味 Taste 更改公司名稱 將更能反映集團的策略業務計劃 引測他們以旅遊相關業務為重點的未來發展方向 除了水政府供電的投資外 Led 還持有越南匯安南岸股份 並在馬尼拉娛樂城的一個新酒店賭場 開發項目中擁有控股權 不過暫時來看澳門就沒有業務了 這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可以掃片尾截圖二維碼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